觀眾朋友 你好 我們今天來講兩個題目 下半場我們再來談農地違章工廠的事情 有的訊息 下半場我們來談談農地上 長期有所謂的種豪宅 種工廠 現在工廠種了之後 越種越大 大到說現在中央政府在十三多萬間的這些違章工廠 說要拆 但是拆不下去 只好說不然我們先聽七間 可是現在看起來連十七間這種首波要拆除的違章工廠也拆不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彰化縣政府說你這樣拆 其實對於說地方的產業會有很大的傷害 因此他做出來一個叫做五步一絕對 只要不污染 不影響或者是沒有所謂的逃漏稅的這些問題呢 就要輔導他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這是農業大浩劫 還是很務實的做法 來看看 好幾個工人在田耿旁遭地下水井 在這裡種田多年的阿伯說 已經不敢再用灌溉鉤取的水 附近的灌溉鉤取不是塞滿垃圾 就是變黑或發出異味 一旁就是一間間的工廠 環保團體說 貨源就是來自這些農地工廠 根據統計全台有十三萬家農地工廠 農委會原本宣示 將拆除去年520後新建的286間 但經由跨部會協調 只先拆17間 佔新增違建的6% 遭之一雷聲大 雨點小 另外首波拆除名單中 建數最多 高達8間的彰化線 縣府卻說 只要符合五部條件 就考慮不拆 立場明顯和中央不同調 不滿縣府的五部條件 昨天十八個環團聚集縣府前 要求縣府不要再替違章工廠護航 縣府還是悔意 只要沒符合五部原則 一地拆 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看來農地工廠的拆除爭議 接下來還會持續延燒 來介紹下半場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專員 吳祺龍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台灣農村陣縣的理事許文豐 大家好 在電話線上是彰化縣的縣議員林士賢 我們先來看看 兩天前中央政府說第一步先把你拆十七間 其中一間剛才在彰化 但是彰化政府說 這樣不意思啦 我們只要秉持叫做五部一絕對 其實又可以兼顧環保 又可以發展農業 又不會傷害到地方的產業 我們來看看這個所謂的五部一絕對到底是什麼啦 重點是不會污染農地 我們來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一張 不會污染農地 不會污染河川 不會污染空氣 不三部啊 不影響公安四部啊 再來不逃漏稅的五部啊 絕對是什麼呢 就是從九月十二號開始呢 絕對不能在農地上蓋工廠 請記得中央政府是說 去年五二零之後的工廠一定要拆 彰化縣政府說 今年九月十二號之後的工廠一定要拆 那今年九月十二號之前呢 要來看這個五部一絕對 然後呢 張浩縣政府說 要制定所謂的自治條例 要根據地方制度法 要來比照經濟部定的 這叫做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那要原地輔導的話呢 就是暫緩五年裁罰 這個是重點 你要主動申報 也會輔導你簽廠 譬如說高污染的產業呢 到專區去集中管理 分級管理 加強矯正 如果你沒登記 而且有公安或是污染的問題的話 予以輔導 你還不服從 或是沒改善呢 就會加強取締 我先請教官議員 你有支持 管理政府這個做法 對啦 中華這個維中工廠 維張工廠 到底有多少家 我想跟大家報告這些所理 大家做參考啦 是 目前維中期的工廠 大概有四千兩百幾間啦 在這個特定農業區裡面 大概差不多一千八百多間啦 在這個一般農業區 大概有三百幾間啦 村的就是零星散佈在這個所謂的保育林地 或是散佈地等等啦 總共講一句 中華其實 目前美頂的工廠有四千兩百幾間啦 如果說要付得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付得去啦 這是第一點喔 另外一個所理 我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報告啦 在這幾年前來 中華基督教朋友的研究 全國口腔癌 第一名就是在中華 第一名 口腔癌 最嚴重的在中華 我們都說口腔癌 跟食品癌可能有關係啦 但是台東食品癌的流行率是中華的三倍啦 結果中華的口腔癌是台東的比率 多兩倍啦 啊這個所理啦齁 是醫生在這個世界醫學會的報告啦 所以全世界上級口腔癌就是我們中華基督教學院的醫生啦 所以這個口腔癌這麼嚴重 一定跟某一些 治療部閩門 臨口酒 這可能有關係 藝術都有做研究 但是中華吃閩門的流行率啦齁 那台東是加了我們三倍啦 結果我們口腔癌一條的比率 比幾兩倍啦 所以這是全世界口腔癌最多的 那你任務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那個醫生以後說 可能跟這個重金屬 跟重金屬暴露風險 這就是換一句話說出來 全台灣農地重金層 污染最嚴重的在中華 就是中華 所以要怎麼把污染的工廠做集中管理 這才是重點啦 我告訴你 工廠是不可能消滅的 我說一個例給你聽 中華有兩個檢察官非常認真 有一個叫林漢強 叫鄭志雯 兩個檢察官 半個檢察官 半個檢察官可以去戳 穿青蛙裝 套身體的青蛙裝 我不知道大家聽得懂 這個青蛙裝 跳路水稿裡面 讓蚊子硬 讓蚊子硬 然後去抓這個 抓這個 這個 放棟的鑽燈 就是電鍍廠 抓鑽燈去鑽 去抓 結果跟醫生發辦喔 醫生這個公共危險罪去辦 結果重金屬的污染有改善嗎 所以我認為輸導比汉子 一倍的管理 一倍的集中管理 比什麼方法更重要 我相信 產業絕對必須要先存在 了解 了解 台灣如果沒有產業 我們後來經濟 了解 了解 我們的經濟這麼厲害 我們的經濟這麼厲害 我們的出生率這麼低 我們的國家已經面臨到 國安問題出生的影響 就是我們產業沒有做 整體的發展 了解 那產業如果沒有適當的輔導 跟集體的管理 污染就沒有辦法做控制 那 議員你稍等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齊榮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還是很務實地面對污染 我們面對污染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認為 就是地球公民這邊認為 其實整個的彰化地區 其實在葛跟孽的污染上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那葛米其實會是特別的有風險 因為其實我們研究發現說 只要零點六ppm以上的圖 就是所謂的農地污染 那其實就容易導致了整個米 容易產生有隔米的狀況 那剛才您事前醫生也提到了 就是說在孽的部分 因為是孽的部分 其實容易導致口腔癌 這個部分是 就是張尊國老師 其實有做了相關的研究 就發現說 整個的農地上重金屬的污染 孽的部分導致了整個彰化地區的口腔癌 那可是我們務實來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彰化縣依據彰化縣區域計畫期末報告 全彰化有一萬零一百公頃的工業土地 全臺灣如果依據產業用地政策 革新方案的土地的話 是四萬八千公頃 簡單來說 彰化已經擁有全臺灣五分之一的工業土地 所以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不是在於說 剛才醫生所談的 我們一定要有產業 我們已經有彰化已經有了一萬公頃的工業土地 問題在什麼 在彰化縣政府到底有沒有去盤點這樣的工業土地 它到底是怎樣的被使用 如果你連握有五分之一工業土地 全臺灣五分之一工業土地的狀況之下 你都無法去處理這些產業 代表了你根本不想要重視這些產業 但是你為了這麼一點點的微薄小力 然後去犧牲了所有的農業 彰化其實素有整個臺灣糧藏之稱 那因為這樣的 臺灣糧倉的這個美名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了 整個彰化縣政府 對於農不重視 對於這些工業土地的整個整體盤點 也毫不重視 這是我們在這邊 其實感到最憂慮 文豐你支持彰化縣政府 現在談出來叫做五不一絕對的政策嗎 五不一絕對 他所要講的 內容我絕對是贊成 但是他的做法我非常沒辦法引動 你怎麼說 第一點我也回應一下就是剛才那個林議員 他的工法 我們今天站出來就是說 因為我基本身是六千人 所以我附近 我是從小看 鋼營一間一間一直蓋出來 丁環博就在那裡 不是 我是南章化 南章化 丁環博的狀況不一樣 他說林議員 他剛才說的 有一些部分 就說怎麼站出來 反對 就是說希望政府來解決 這個農地鋼營的 所有人都是要消費 我們的產業 不是這樣 我感覺到今天政府 你要妥善地規劃 這些產業用地需求 來符合你產業的一個真正的 在地產業的用地需求 你要讓他們有載到 用核利的計測 取得他們需要的土地 然後那個部分 你必須嚴格的執行農地農用 你的分區要去執行 所以今天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說大家包括我們 政府政府的做法非常 沒辦法認同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 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他這個東西 他最訂出來之後 你如果說五年 五年就是暫緩 暫緩財法 五年是什麼 五年就是要有一次 再選了 如果他漏人進場 不用來面對 說白的就是這樣 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我這裡要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張這張是我 我家附近 上幾個月一個農地還要去 然後聽到我們中央宣誓說 宣誓說五二年之後要集報 集財 停工 官網 然後上一陣 管政府一講 五不一絕對之後 馬上又復工了 你真的開始在三業在工廠 怎麼說 他們就譬如說 啊 這樣這個議事 這個風向 在標示管政府要處理 像昨天 昨天我們在中央管政府 開記者會的山 我們的彰化 張環萌 張環萌去附近老幾而已 附近北彰化 那還繼續在當工的農地工廠 他們是去老一點點而已 就看到白宮了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講說好不容易中央 剛剛終於要來面對農地工廠的這個事情了 開始有一點動作 雖然做法 我們還是不滿意 但是已經開始在動了 結果你地方 你地方政府 繼續沒想要來面對 透過電話連線請到管議員 議員就是說在場兩個來賓 其實都不是很認同 張環縣政府這個五不一絕對的做法 你的看法呢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個其實只是會讓現在的違章更加的囂張 是 這樣喔 中央管政府目前拿出來的這個五不一絕對 在法律上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簡單指令 你也沒錢 我絕對沒錢 絕對沒錢 絕對沒錢 這都沒有法延遺跡的 說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法延遺跡 請問他說要定定屬自治法定位 這裡不定 也不送來去衛生 所以哪來的法延遺跡呢 什麼叫做不污染空氣 什麼叫做不污染河川 不污染農地 放個屁都會污染空氣了 所謂的不污染空氣 我們的空污法制定說 你的污染物不能排放超過幾ppm 這樣說得很清楚 是 那叫做不污染空氣 不是用空污染物質的 說什麼叫做不污染空氣 不可以說有污染沒有污染 是管政府去認定 是哪有什麼 法律上哪有不污染空氣 所以間隔 管政府這麼大的反對 可以說出一個 完全沒有法律意義的東西 這是華天下之際 是 雄秋四季 是 一定要竊底 面對污染感情的問題 這樣議員我請教你 剛才那個地球公民基金會 有時候有說到 中華民營 就有很多很多工業區的土地 是怎麼這些 為中的工廠 就一定在那裡生存 現在中華工廠的用地 還有閒置的空間 這大家都可以討論 是 今天很可惜的是 沒有建設處的人 沒有出的問題 到底現在工廠 用地 工業區好 它閒置的空間有多少 要算清楚 只要 剛才吳志龍說的 那是未來 要過的 我想大家要很清楚 國土計畫在說什麼 國土計畫是在講 永續計畫 就是說 農業三個的地方 不應該有工廠 工廠不應該去 污染農業區 所以 國土計畫法 不是民進黨訂出來 是早在 民國一百零四年的 十二月份 這是 在馬英九執政下 全國共識所訂出來的 兩年來 國土每一個管制 要拿出國土整個 計畫送去 送兩年來就要做 這是法定法律的 法律 我們還要做回來 看這個 雖然說你 目前看不到電視 不如我們來看 其實彰化縣 縣長 衛縣長 他在那個新聞裡面 也談得很清楚 彰化當然是臺灣的糧倉 彰化當然要顧農業 可是彰化也要顧到 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遇到的情形 是不是違章工廠 已經大到不能動 大到不能拆了 現在來看看 臺灣呢 這些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已經形成一個很重要的聚落 甚至打進去 所謂的世界前三大 我們來看看 新北市有那時候的新增加 這已經是金屬加工的聚落 面積超過四百公頃 有幾千家的鐵皮工廠 彰化陸港附近的頂番坡 是水五金的聚落 這個產量是市佔率佔全球過一半 產值超過八百億 臺中在彈指大雅神鋼 這是工具機的聚落 七百家的違章工廠 產值超過一千億 高雄上次我們談到 專門做螺絲的 集單一來呢 他可以隔壁找設計師 然後現在趕快去做改車床 然後馬上後面生產線 全部改改改這個螺絲的聚落 是不是正是因為現在的違章工廠 已經大到沒有人敢去動它 使得農地上的污染 只好持續下去 我們來看看整個產業 跟農業對撞的時候 政府站在哪邊 彰化陸港號稱水龍頭的故鄉 因為全世界有半數以上的水龍頭 都是這裡生產的 也讓以前被稱為 頂翻駁的陸港 打下小工廠代工的基礎 不但技術越來越純熟 從研發到製程都可搞定 不過這項產業似乎建立在 犧牲農地的代價上 因為很多工廠都蓋在農地上 對於違法罪名 業者也有話要說 他沒有去真正的規劃 說這裡是不是農地或是公用地 讓我們去走一個正確的管道 對於農地工廠的問題 先前農委會打算讓業者支付 變更地木價差到農地保護基金 即可輔導合法化 儘管業者樂觀其成 卻不敢抱太大的期待 由農委會還是立法院這邊來修法 讓這些價金的部分 看要做什麼運用 那有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交代 如果將工廠移到張濱工業區 可能面臨產業鏈無法連結的困境 但留在頂帆 用地卻一直無法合法 業者也說 原本期待水五金生產聚落政策 但範圍怎麼畫都還沒定案 加上投資環境不佳 因此考慮出走海外 所以其中我請教你 是否這個才叫做務實的做法 我們重新去規劃 這一塊呢 真的是所謂的所謂的一級 專業的這些農業區 然後呢 這邊雖然現在地幕上叫做農業地 可是呢它可以改成像是工業 或其他的用地 我們來看看 這個做法再加進來 是對農業好還是壞 現在政府提出來一個叫做 所謂的生態補償金 就是說呢 你本來農業地呢 單價是多少 改成工業地呢 單價一定會變高嘛 這個價差 再乘以面積 譬如說幾公元 再來說 你如果這間違章工廠已經是三十年 那就是三十萬再乘以三十 那這個錢呢 再拿來去當作保護農地的生態補償金 譬如說呢 一個五百坪違規三十年的工廠 他的生態補償金就是兩千一百萬 繳進來之後呢 作為農地之用 甚至叫做乙地異地 這樣有沒有務實 我地球公民在這邊 大概會認為說 整個的這樣子的頂翻譜的規劃 一開始其實我們就特別的在關注這個區塊 為什麼 因為這是第一個政府要嘗試的來輔導這樣的違章工廠 合法化的一個區塊 這其實是跟地球公民在追求整個的產業正常化 以及產業合法化的一個圖鑑是相似的 但是我們要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整個這樣子的產業的產值 那如果這個產業的產值是要奠基在 如果是所謂的環境成本外部化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偷蓋偷牌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絕對是絕對不會認同 那如果這個產業能夠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台灣過去的福島產業的邏輯是有瑕疵的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會認為說 的確是整個的政府需要總體來面對 但是我們會拉強調一件事情 整個的工業土地的盤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計算每個縣市的工業土地 其實都是非常的驚人 可是他們永遠在喊缺地 這是代表什麼問題 代表了我們到底總體的工業土地到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多次的 無論是我剛才說的採用力政策革新方案的四萬八千公頃 或者是說最近經濟部在丟出四萬九千公頃 或者是說在國土計畫裡面丟出一個五萬六千公頃 每一次的數據都不一樣 我們希望政府在這邊好好的去盤點工業土地的面積 那如果真的是目前很多工業土地是在像 例如說像東市 台中東市這個地方 他其實根本到現在還是做農業使用 那我們就要求說那你工業土地全部解編 那你這塊工業土地解編 那我們到最後的工業土地總量 我們會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於說工業土地的總量 你到底有沒有做合理的控管 我們在農業土地不斷的爭取農地農用 要求一個農地總量的同時 我們也要求政府好好的去面對工業土地的總量問題 這是一個總量管制的一個概念 你不能說農地全部都要變成工業用地 結果工業用地荒廢在那邊 你還是持續工業用地 文宏我請教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農地工廠這個議題 就其實很多人很容易就很單直化來看他 但其實在農地工廠 他其實本身他性質上其實差異蠻大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我們家後面就三間工廠了 一間是我們創頭的二代學技術 在做電機的 就是那個做線權的 他就是自己沒地 要進工業庫也沒辦法進去 資本不夠 規模不夠 他沒辦法進去 有的是像地保那種的 有資料在工業庫買地 但是買地後他沒辦法進去 他在自己的農地那裡 繼續在那邊 等著政策改變 我們的那個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然後全委特定區 所以要變成定件 只有價差一差就差整個月了 是 那算起來幾千萬而已 只有價差 現在變成說大資本的農地工廠 他變成雙軌獲利 除了本業製造業獲利之外 還在透過土地 土地的一個利益在獲利 雙軌獲利 然後這個東西就變成排擠到 就很多我們 我們在談農地工廠 有一個有一個因素跟一個現象 以及經常忽略 其實是土地炒作 那工業庫的土地 沒有做真正的產業使用 像炒得太多 小規模 小資本 沒辦法進去 所以你政府在面對這個事情 然後你農地 因為從工廠來 炒得整個都起來 我們上面沒有一家 一家一家 現在要一億 一家一億 對 我們家一家七千萬左右 你叫做事人要去買 有 而且炒的 如果是我們家 包括台北外地 總共在炒的 了解 不然我們再透過電話 我請教林議員 所以為什麼會是本來政府是說 去年五二零做一個缺點 去年五二零之後呢 這些所謂的新的違建全部拆 可是呢 彰化縣就一定要說 今年九月十二號 難道不能跟著 中央的政策走嗎 我想 我沒辦法代替 中央政府 為什麼 會跟中央的政策做切割 本地是五二零做一個 做一個起始點 希望真正生產農業的特農區 不要再有新的工廠 這很清楚 但是彰化縣為什麼偏偏 弄出所謂的九月十二號 這我是搞不懂的 而且我看剛剛大家可以討論 到底有沒有法源意義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討論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無論是農業 無論是工業 都是要永續發展 那這個永續發展 就是目前國家要執行的 所謂的國土規劃 我同意要做整體的盤點 到底未來五十年一百年 台灣的工業還需求多少面積 很清楚 就我一直要求彰化縣政府 要去面對 到底彰化的產業需要多少面積 如何 現在看起來 大家的共識是 做所謂的氣味的調整 是 氣味的調整 哪裡適合發展工業 哪裡適合發展農業 在農業的安全的糧食的糧倉期 不能再有工業經濟 大家先要有這個公司 然後才去一步一步的解決 否則只是在增值 5209123加8加的這種少數的 不是整體的去看 是 未來整體的規劃 我想國土規劃很清楚 是在為國家做百年大計 整體的規劃 我要再強調彰化的 彰化的電鍍廠 是必要之二 了解 非常謝謝林議員 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文鳳王請教你 具體對彰化縣政府的政策建議 我覺得彰化縣政府 要非常非常務實地 來面對農地工廠這個議題 然後必須要配合中央 然後你必須在你自己本身境內 做很紮實的一個盤點 產業的一個分布 跟產業的一個用地需求的一個分布 然後農業的一個用地需求 跟跟盤點 那你來重新做 做區位的調整 這個我們贊成 但是你不能這樣子 完全不負責任的 然後就是五年不必 就是這樣 但你應付一下 想起提出說 之後甚至我們可以用 用那個自辦重劃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都要騙選掉 必須要真的 很有擔當 很有擔當的 很務實來面對這個問題 公視網站加期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期 讓精采繼續 舉步為監視哪個為 請作答 為什麼這個為呢 許全教授 那個為其實只是個語助詞 就是走起路來很困難的樣子 那為什麼不是那個為呢 他走起步來 成為一個很艱難的狀態 這樣的說法就很奇怪 是說的奇怪 還是長得很奇怪 老師笑而不答 謝謝 真的假的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看公視麻醉風暴2 幾點拿大獎 真的 每週六晚間9點至11點 公視頻道播出麻醉風暴2 同時進入公視APP 參加幾點活動 將手機靠近電視 比對聲音成功 即可獲得1點 其慢5點 就有機會獲得4K一斤 調語機 無水鍋 行李箱 雙人餐券 活動詳情 提上官網 或公視粉絲團查詢 人過50歲 不只過日子 更值得過好日子 樂樂和大家假 邀請全台灣的大哥大姐們 一同參加 表達自己的需求和心聲 共同打造友善長者的智慧城市 詳情請上網搜尋 樂樂和大家假 春美歌劇團推出《彼時我在等你》 取材自傳奇拜月亭 加入現代元素亞斯伯格政 延續關懷社會的議題 郭春美領先主演 《陽性之編劇》《復育會導演》 描述在千禧離亂中 從呼喊名字連結起的一段情緣 公視表演廳 《彼時我在等你》 《陽性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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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